最近这个猪价跌的确实太厉害了 有网友担心说这个牛价也会像猪价这么跌 这个其实不用担心 适当的下降是有可能的 但是大幅度下跌应该不会的 最近一个网友想买牛去山东转了一圈 山东基宁转了一圈 说那边牛挺便宜的 是不是现在这个航行落了 这个玉肥牛吧 多少有所下降 这小公牛确实可能降一千左右的价格 但是这个母牛虽然走得没以前那么快了 但是也没有明显的价格下落 特别是这个豪平乡的母牛 这个普通牛可能有所下降 他去山东基宁那边看的这个说 宝钗的小母牛 八九百斤的两万多点 一千三四的四六牙小口小口大母牛 说只要两万两万四左右 我感觉这个价格有点太低了 因为以前在网上也见过说山东基宁那边片子比较多 低于这个市场行情的这个报价 我们买牛的时候一定要当心 因为谁也不会高价买的牛 赔钱卖这一大 像我们这边这个八九百斤的大二岁宝钗母牛 一般平向的都得两万多 两万二十三左右 要特别好的牛价格更高 至于这个一千三四的大母牛 四六牙的这种小口大母牛 在我们这边算是比较大个体的牛了 要是能定胎的话 一般都在两万大几 三万左右 像我这头大母牛 也就是一千二百多斤 前一段时间 有人给三万块钱 我都没舍得卖 即便是现在这个行情落了 但也不会差那么多的 还有就是去年买的那头六颗岩的大母牛 也就一千二百多斤 当时买的时候是空怀的 两万块钱 怀孕以后 也是有人给到三万块钱 没舍得卖 就是这头牛 所以说我感觉 一千三四百斤保出来的大母牛 只要两万四 绝对是有问题的 大家关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说一下 好看